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 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分享 首先 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爆发了反美抗议 抗议者要求美国军队撤出该国 这场抗议发生在俄罗斯反航空防御系统 及100名教官抵达尼日尔两天后 接着 我们来看看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在访问中国期间发出的警告 他提到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并对欧盟可能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如比亚迪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表示担忧 最后 我们探讨英国工党 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寻求从保守党手中夺权 提出了一种名为渐进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方法 结合现实思维和渐进目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 一场反美抗议活动正在激烈进行中 外交政策报道称 示威者要求美国军队从该国撤出 这场抗议活动发生在俄罗斯防空系统 和100名教官抵达尼日尔仅两天之后 尼日尔的军事领导层指控美国仅服务于自身利益 并拒绝与其分享反恐情报 上个月 尼日尔终止了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理由是美国官员的居高临下态度和拒绝分享情报 美国已在尼日尔的空军基地和军队训练上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另一边乡 路透社的报道揭示了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 欧拉夫 访华期间 对中国及欧盟之间的汽车辩论带来的新观点 舒尔茨警告说 工业过剩的问题需要关注 这与美国财政不偿珍妮特 耶伦 Janet Yellen的担忧相呼应 然而 舒尔茨也对欧盟可能对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如比亚迪 BYD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表示了保留意见 中国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 大众汽车 宝马和奔驰都严重依赖于该国的销售 尽管中国的汽车工业确实从国家支持和低息贷款中受益 但故意过度生产的想法被夸大了 中国目前生产的汽车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 但对于负担得起的电动车 全球需求正在增长 此外 领先的电动车出口商比亚迪和上汽集团 正在使用其80%以上的产能 表明过度产能并非主要问题 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 提出了一种称谓进步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方法 旨在帮助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皮尔斯·达尔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从保守党手中夺取权力 进步现实主义结合了现实主义的思考与进步的目标 涉及对英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坦诚认知 以及追求正义目标的承诺 如对抗气候变化 捍卫民主和推进经济发展 作者强调英国需要加强与欧盟的联系 发展更紧密的外交和安全合作 并与印太地区进行接触 此外 进步现实主义会涉及对中国采取一致而平衡的策略 认识到中国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以及对英国利益的挑战 作者还强调 英国需要支持乌克兰 解决中东冲突 并将对抗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 为实现这些目标 作者呼吁振兴英国经济 投资绿色转型 并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最终 作者认为进步现实主义方法可以帮助英国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并恢复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不论是尼日尔的反美情绪 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汽车产业争论 还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 都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个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 与推动国际合作之间寻求平衡 这些事件和观点不仅凸显了国际政治的动态性 也提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从香港到中东的动态都在迅速变化 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香港的创新举措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推出了一项新的一卡通 巴达通卡 这不仅是一项便民措施 更是香港与中国大陆进一步融合的重要步骤 这张巴达通卡让用户能够以港币充值 并在中国大陆336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中使用 持卡人可以将卡内处置金额提升至最高3000港元 消费时则以人民币扣除 这张卡可以在自动售票机或通过巴达通应用程序充值 并可在大陆38000条公交路线和285条铁路或渡轮服务上使用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这张卡目前无法在边境另一侧进行零售或其他交易 而在中东地区 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攻击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南华早报的观点文章中提到 伊朗使用无人机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尽管以色列的空中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武器 造成的损害相对较小 伊朗辩称这次攻击是必要的自卫行动 但遭到了广泛谴责 这次攻击进一步提高了该地区已经紧张的局势 尤其是在加萨地区的持续战争背景下 伊朗警告说 如果以色列进行暴富 将会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 这有可能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 国际社会 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国家 应该努力为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以色列应避免进行暴富性打击 以免火上加油 美国 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表示支持以色列 但不希望看到冲突升级 加萨地区需要停火 以及为当地人口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世界不能允许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 在外交政策杂志中 对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另一个可能的战场是网络空间 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伴随着网络攻击的威胁 这是两国十多年来持续进行的一种战争形式 自从2023年更广泛的区域冲突开始以来 伊朗对以色列的网络攻击强度已经增加了三倍 以色列在网络能力上更加精密 这得益于与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密切合作 然而 伊朗也在向以色列学习 并已发展出自己的网络计划 以色列已经发誓要对最近的攻击进行暴富 而网络行动可能是一种 不会显著升级冲突的回应方式 以色列可能会将对伊朗的网络攻击 视为一次军事行动 并将仔细考虑目标和可能的后果 以色列之前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网络攻击 包括通过掠食麻雀小组Predatory Sparrow 针对伊朗的火车网络、钢铁厂和加油站 以色列有能力在不需要美国协助的情况下 进行网络攻击 并可能在与伊朗的持续冲突中维持其网络行动 从香港的创新举措到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再到可能的网络战场 这些事件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些动态不仅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还可能对全球安全构成挑战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保持警惕和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最近的国际和地区动态中 北京在中东地区的微妙平衡行径 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外交政策杂志报道 中国在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支持伊朗 同时似乎也在试图降低紧张局势 尽管这种努力并不妨碍其对美国的针对 中国与伊朗的紧密联系不言而喻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周末袭击后立即致电德黑兰 对其伊朗同行表示赞赏 这表明北京并不打算从这一关系中后退 然而中国的策略形成了一个悖论 即尽管频繁公开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安全保障角色 但它可能更倾向于美国继续在该地区 扮演安全保障者的角色 中国去年成功斡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 所建立的信誉 因为其未能谴责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 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中国庞大的安全机构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不断壮大 从监视到边境控制无所不包 尽管执行COVID-19封锁的团队已经解散 但习的不断强调 国家安全意味着MSS和其他机构 仍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有力的行动者之一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指出 女性在气候变化决策中的参与至关重要 因为这有助于产生更有效和可持续的气候变化政策结果 尽管女性在COP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参与一直不尽人意 但最近的COP28会议在迪拜举行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共有约8万5千名参与者 包括1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在此背景下 提高女性在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任性中的领导角色 可以增加对女性优先事项的投资 并更广泛地提高女性公民的政治参与 特别是在中东和北非 MINA地区COP28的召开 为强调性别平等 在气候变化政策中的主流化 提供了重要奇迹 在开源软件的安全性方面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另一篇报道 揭示了XCUTILS后门事件背后的困境 这一事件凸显了加强我们网络空间安全的迫切需求 尤其是从开源软件OSS入手 微软开发人员和工程师安德烈斯·弗伦德 偶然发现了XCUTILS中的后门 这个开源软件包在Linux生态系统中广泛使用 用于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 这个后门是一个多年运作的成果 通过精心构建信誉 并利用虚假账户施压 最终实施了高级后门 幸运的是 这个后门在被合并到任何生产 Linux发行版之前被发现 从而避免了可能的广泛破坏 这一事件不仅是关于如何避免重大危机的英雄故事 也是一个警示故事 展示了攻击的复杂性和耐心 以及我们在安全方面需要演变的方式 在处理国际关系 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时 透明度 性别平等和开源社区的支持成为了共同的主题 无论是在中东地区寻求平衡 促进性别平等 参与气候变化决策 还是在确保开源软件的安全性上 都体现了对更广泛 更深入合作的需求 以及在这些努力中 考虑到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性 拜登竞选连任团队表示 将突出展示更为慷慨的评价医疗法案 ACA补贴和联邦设定的处方药价格上限 作为其首任期的主要成就 然而 他们尚未表明 在第二任期内进行激进变革的计划 如推出联邦强制的公共选择方案 或在商业保险中设定医院价格上限 在医疗保健方面采取稳妥策略 似乎是其运作原则 由于在未来几年内 联邦政策的重大变化 不太可能发生 特朗普竞选团队 也没有提出任何深远的计划 甚至缺乏明确性 人们预计有创新精神的州 将填补这一空白 实际上 未来几年 可能会看到更多重要的州级医疗改革 但这一新兴的州级实验时期 并不是以竞争视角对抗 即一边是监管 另一边是市场激励 相反 重大改革主要指向同一方向 加强政府在控制定价 和总体成本方面的作用 拜登政府正在帮助 愿意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州 通过使用联邦权力 协助他们的努力 并启动一个新的示范项目 允许少数州 推动公共控制的边界 在各州具有最多政治吸引力的想法 分为三个基本类别公共选择计划 华盛顿州和克罗拉多州 已经推进了准公共选择保险产品的实施 内华达州可能成为第三个参与者 尽管公共选择标签所暗示的 并非州运营的保险计划 相反 他们是受监管的商业产品 对某些提供者支付 设有公开决定的限制 华盛顿和克罗拉多近年来开始向消费者提供这些计划 尽管到目前为止 注册人数适中 节省的资金微不足道 政治争议可能还会破坏内华达的倡议 定价上限 俄勒冈州为其州雇员覆盖的医院服务 设定了商业保险支付的限制 蒙大拿有类似的上限 克罗拉多最近创建了一个新的监管机构 审查并限制某些处方药的价格 其他州正在考虑类似的举措 此外 基金会和智库正敦促各州 采取医院和其他价格上限的原因 作为将成本完全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下一步 总成本增长审查委员会 九个州已经建立了 具有不同执行权力级别的医疗成本增长审查 马萨诸塞州已经设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十多年 目的是劝说提供者将医疗通胀保持在特定基准以下 其他州有不同效果的目标设定过程 这些努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逐渐增强力度 拜登政府正在用一个新的战略概念补充这些举措 称为全付款者健康公平方法和发展Ahead模型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将与八个州合作 从2024年到2034年测试全球医院预算和初级保健投资 以控制总体成本同时达到改善人口健康的目标 批准的申请者可获得适度的启动资金每个州1200万美元 CMS将马里兰州长期以来的医院费率设定计划 作为Ahead参与者初步而部分的模型 州领导的改革有效性的一个主要障碍 是对大型雇主提供的自我保险计划的州 监管权力的预先豁免 Ahead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然而 众多州重点改革的出现 可能会在国会内增加政治压力 重新考虑授予今天的全面预先豁免要求的 有针对性的豁免 目前唯一正在考虑的 可能支持市场纪律的州重点变化 是对价格透明度的更严格执行 然而 采取这一原因的州大多是在执行联邦规则 而不是开辟新天地 总的来说 改革意识强烈的州的政策取向足够清晰 目标是 尽可能扩大公共对医疗定价的控制 甚至全面实施全付款者费率设定系统 虽然在国会通过这样的计划 将是困难的 但可能通过逐个州建立所需的基础设施 并因此建立一个时政记录来向选民展示 这可能会奏效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